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5月28日 已經是 星期日 昨天 我們去了參與一場六四的研討會 因為那天 這個研討會由早上9點到下午 之後 就去了中共的領事館門外 喊口號 我們 事後我們就跟他們一班 主辦單位去吃飯 同台有幾位內地的人 他們移民到英國 我們聊了很多話題 我們想想 六四 發生了34年 當時我問了一個問題 烏克蘭這場戰爭 其實比我們 有很多啟發 我們是否沒有辦法 打贏俄羅斯呢 我們是否沒有辦法打贏解放軍呢 當然不是 大家想想 他們其實很流 我很久之前已經跟大家說 解放軍的戰鬥力其實很弱 其實包括香港警察的戰鬥力也很弱 如果我們有武器 我們不會打輸給他的 你現在看看 俄羅斯已經知道了 烏克蘭靠甚麼 你有部槍 有刺針導彈 就可以射他的飛機 刺針射他的戰機 甚麼戰機都可以射得下 你有堅托式就可以 炸他的坦克 你弄一支火箭炮 他的坦克 包括香港的銳武 香港的水炮車 香港的警車 一支火箭炮就可以把他全部消滅 沒有一個可以擋得住 包括銳武也擋不住火箭炮 如果香港 如果我們是有槍 警察我們根本不會放在眼內 如果我們是有槍 不要說警察 解放軍我們也不會放在眼內 因為解放軍跟你說平時刀 他只是欺負武槍而已 他只是欺負你手無寸鐵而已 是不是 好了 我們有私下一個問題 中國 發生了六四三十四年 其實海外的民運人士 為甚麼 一事無成 為甚麼都做不到 出來 我提出一個問題 我不是想質疑他們 不是想去 前晚我們也有一個 很深刻的反思 中國人 被人屠殺完之後 34年 現在只能夠 悼念 只能夠 研討會 我們甚麼時候有中國的自由軍呢 甚麼時候打回去呢 我們甚麼時候有香港的自由軍呢 甚麼時候打回去呢 我們香港人是不是要等34年呢 還是34年之後我們香港人 30年之後我們紀念 612 紀念19年的時代革命 34周年 我們流亡英國34年 是不是到了我們老了臨老的時候 後悔一世 或者我們只能夠懷面 我不想這樣做 我們身邊的人也不想這樣做 當然這個問題我們也 有 在深入的想法 為甚麼海外的民運 搞不成呢 為甚麼海外沒有任何的組織 是比較像樣的呢 其實 這個問題 也是 跟很多 美國的 政府有問題 六四屠殺之後 當時 美國的反應 基本上是不介意中國屠城 因為當時的政府叫做老布殊 他好像說夠之理 老布殊想做生意 當時 克林頓 跟他選的時候 克林頓提出的政綱就是要 壓制中國 要人權等等 當時的老布殊是不理的 當時的老布殊是不理的 總之要跟中國做生意 他就說是理屠城 之後的 克林頓上了台 壯壞 一上台就極為親共 當時可能 看到中國 我們一直在美國 大家都知道有一批擁抱熊貓 他們覺得 中共現在因為狂衰 他們獨裁而已 將來有了錢 大量中產出現 就會追求民主自由 結果他們都錯了 共產黨的邪惡本質 比起納粹更加嚴重 因為納粹 納粹只肆虐十幾年 就沒有了 納粹的影響其實很小 但是中共 中共已經壞惡七十幾年了 而且他不是 49年才壞惡 中共在29年已經壞惡了 是不是 中共壞惡了九十幾年 當然在29年開始 他的壞惡範圍就是在江西、福建 福建北部、江西等等 比較小範圍的壞惡 到了之後 就是在延安 49年之後 全國壞惡 然後 到了2010年 習近平上台之後 全球壞惡 所以海外民運人士 其實他也有很多 客觀的條件是不行的 因為當時中共的勢在上 中共的勢在上的時候 海外的政府 為了做生意 為了賺錢 根本就不會理你那麼多 對於 人權 一隻眼開一隻眼閉 做生意重要 到了中共後來 生意越做越大 因為美國 扶持了他 越做越大 變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更加囂張 更加 牙斬斬 夠狠狠狠狠 所以呢 全世界好像很無奈 沒有他扶 搞他不行 海外民運人士更加 而且 由於沒有錢 沒有資源 甚麼都沒有 所以出現了大量的滲透 在海外有時美國民運圈 我們的朋友告訴我 美國的民運圈有一半是共諜 擺明是共諜 所以 你會知道那種艱難 根本就不能發展下去 2019年 香港 爆發這個時代革命之後 我們其實要知道 香港人 跟1989年的大陸學生 北京學運 或者六四屠城的 流亡人士 是完全不同的 因為 其實他們跟西方世界 是完全全格格不入的 西方是基於人道理由 也可能真的可憐他們 而他們本身 跟西方其實是溝通不了的 香港 情況是完全不同的 香港人 是真的跟西方的關係比較密切 當然 其實 密切也是一般的 最重要的是香港人懂得做Marketing 他們英文會好一點 跟西方聊天 起碼英國 美國 加拿大 他們會融入到西方社會 華人大部分都不行 海外很多民運人士 去到外國 就已經是沒有辦法發揮到他們的本能 加上語言又不是很通 很多 之後 繼續出去的那些為了謀生 甚至乎 有些是 偷渡去 美國的英國 假扮法輪功 假扮民運人士 被迫害 他們就騙了政治庇護 騙了之後拿到身份 然後又幫中共做事 又去領事館做事 然後又幫中共出來打壓 又回大陸 又說建設祖國 這些情況是真的發生了很多 香港其實也會 大量的藍絲來了 他們最終可能都是支持共產黨的 但是 現在我們看到 因為香港人的人數 畢竟是 很多很多的 因為現在 最少的過百萬人已經走了 而且這100萬人走了 那個力量 你不要說是藍絲 一半是藍絲 另一半不是藍絲 起碼能走的 也是想 爭取一些東西 或者 你看不過香港現在的環境才會走 當然有些被迫 像我們這樣被迫 所以 我們看到我們的形勢 跟當年 六四屠城之後出去的人不同 當時中共真的正在上 而他們根本沒有得對抗 現在不一樣 現在中共 開始倒閉 大陸的經濟 是徹底的崩潰了 沒得救了 這次崩潰 肯定 10年 20年 30年恢復不了 它不是日本 日本底部很厚 而中共 全部都是虛假的 全部都是 建基在浮沙上面 等於我昨天說了 是一個 周圍借大衣洞的人 借到周身大衣洞 周身債掃的人 出來扮有錢 的確他會花很多錢 揮金如土 問題 他的錢全部都是靠借回來的 當他一天再借不到錢的時候 他就要爆煲崩潰 甚至乎 他死得更慘 現在的中國就是 這個 周圍借大衣洞的債仔 借通那麼多錢 全世界現在開始折到 要問他 追債 否則你拿不回錢 美國都開始聰明了 現在美國的投行基金 不斷唱好中國 實際上就是他們知道這個債仔快沒錢還了 我要在他爆煲之前收回錢 又或者 在他爆煲之前 沽回中國的資產 否則我會損失慘重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客觀的面對環境 所以 現在我們的形勢 不差過以前很多的 現在甚至乎很多 因為中共是崩潰了 我們看到俄羅斯 他們的 反抗軍 其實俄羅斯的人都被普京迫害了20年了 普京獨裁統治了20年了 當然國內組織很多人 但是一場俄乎戰爭 直接告訴大家 我們 其實 除了 手機閃燈 叫口號之外 我們可以多做很多事情 我們是要成立一隊 香港自由軍 成立了香港自由軍 當然現在 我們養不到兵 我們沒有能力有錢去養兵 難道真的養一隊嗎 沒可能 但是我們要有些基本的訓練 我們要有些底 到了中共想起來 大家要打 還要打回香港 我們是不是要站出來 你自己香港人也不打 你要美國幫你打 你要英國幫你打 烏克蘭也是 烏克蘭的人不打 其實是誰幫他 烏克蘭為甚麼可以感動到全世界 因為他 連一些教授 連一些 在外面享受 千萬年生的足球員 藝術家 模特 明星 電影明星 都說要回烏克蘭救國 都要拿起槍 有個80多歲的老太太 她也說 我也要拿起槍來殺敵 這就感動到全世界了 人家看到你這樣 人家才會給你武器 人家才會幫你訓練 也不是現在立刻訓練 去年開始烏克蘭就幫你訓練士兵 如果不是 哪有今天這樣的戰果 但是你是不是要 香港人 如果你香港人要打 是不是要先付出 告訴別人我們願意 我覺得我們 不是完全沒有機會的 你看看香港 政府 你覺得香港警察有戰鬥力嗎 你覺得解放軍有戰鬥力嗎 你跟俄軍比 是不是差不多啊 俄軍可以打垮 為甚麼共軍不可以打垮 香港警察我們根本就不放在眼內 我們有槍 一定可以將他們全部擊敗 當然啦 香港警察也是打公仔 當你面對 如果我們有武裝力量 我們打回香港的時候 你覺得他會不會投降呢 我可以有膽保證 29,900人會投降 好 所以我們一個問題就是 中國甚麼時候 有香港自由軍 中國自由軍 當然在座幾位講普通話的朋友 呆了 他們回答不了 答不了這個問題 因為 沒有想過 我知道其實 每個人都想做事 但是 他們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他一聽到之後 他呆了之後 我很贊同 然後說起香港問題 一定是支持香港獨立的 為甚麼 你看看歐洲 其實你來到歐洲很好的 一看到歐洲的情況 你會覺得中國 中國一定要拆開起碼幾十個國家 福建 廣東 一個 維吾爾一個 一個獨立國家 甚至乎維吾爾中間拆開東哈薩克 西哈薩克 維吾爾一個 西藏有一個 然後蒙古有一個 東北可能有滿洲國 河南 根本跟山東有不同 山東是老國 河南是乳國 山西是晉國 根本不同的國家 反而施會世界和平 為甚麼 歐洲那麼多小國 有列子敦士德 安道爾 然後有摩納哥 有梵帝國 有沒有人想過去侵略他們 他們有沒有軍隊 沒有 人們用甚麼軍隊 大家和平共處 這個世界是甚麼世界 現在不是在 不是森林 根本沒有這個需要 打仗有甚麼好 打仗是不好的 大家都希望和平的 和平是甚麼 如果可以把那些獨裁政權消滅 大家都不用有武器 所以 我們也覺得 香港如果不獨立的話 始終也是大問題 你說以後 跟其他地方組成聯邦 越國 大越國 廣東 或廣西 這個我們也沒有問題 組成聯邦也好 甚麼也好 都可以 問題就是 中國其實真的沒有需要大一統 大一統的思維是很錯誤的 以前的人說了 我們中國 約會被人欺負 現在誰欺負你呢 列子敦士登多小 像中環那麼小 有沒有人去侵略他 是不是 你看到歐洲那麼多小國 有沒有人去侵略他 沒有 除非你現在還是有火藥庫 巴爾冠 亞美尼亞 亞塞巴菊 都是領土糾紛 所以 我真的跟大家說 我認為很多內地人 總之他們開發了之後 他們的思維進步了 很多香港人 我們所見很多香港人 對香港獨立也不敢說 我覺得他們 還比我們 開放 所以 今天晚上我一定要把這個 現在我在香港 英國是凌晨 但是香港已經是早上了 所以我們一定要把昨天那個 我們那個傾談的內容告訴大家 大家也真的要反思一下 大家要深思一下 我們 願不願意 等30年 30年之後我們後悔 我們不願意 我們現在就要做 所以我們積極 籌組一些 我們要預備 我們要先裝備自己 這節時間 暫時說到這裡 接下來我們會公佈 其他的組織的詳情 暫時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們的六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許可的朋友 訂閱Patreon 多謝大家 拜拜